耶稣圣明,我们第二节一起继续来分享学习。 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这几段时间,它里面,头脑里面的发展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会记录,好像一个录影机,它记录所有它看见的东西。 它好像一个机器一样,它看到的就记进去。 它看见的就记进去。 好像录影啦。 就好像录影那样。 那你就知道它一直录一直录,它的那个database,那个储存很大,它一直录。 它就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 它的资料负是非常大的,它一直录。 所以它录到什么呢? 它录到什么呢? 它录到你的表情。 它录到你的表情。 所以如果那段时间你的表情是很苦的。 如果你那段时间的表情是很苦的。 它有可能之后是苦的。 那它跟着以后它可能也是苦的。 几岁之后会把它录进去的东西播出来呢? 第一个时间是在青春期,十二岁之后会第一次播出来一次。 第二次播出来是二十岁以后播第二次。 第三次会播出来的时候是结婚之后。 所以你要知道那一段时间为什么会影响一辈子这么长远。 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会影响它的一辈子这么长远。 为什么会影响它到脑不会改变。 为什么会影响到脑不改变呢? 因为它是一个录影机,录进去,好像你印下去的。 就好像一个录影机一样在印下去一样。 它还没有能力分出来说, 哦,这个不要录,这个要录。 它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分出来, 究竟我录这样, 接着又不录这样。 二十四个小时, 只要它眼睛打开, 它就开始录。 它就开始录。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 我们给它看见什么。 那它看见的东西就进去了。 这个太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只提一下, 在一开始的这段时期, 最重要的是录影。 所以最开始这个时期, 最重要的是录影。 然后录了以后, 存进它的大脑。 然后将它录影以后, 就存在它的大脑。 录到几岁呢? 录到多少岁呢? 差不多录到五到六岁。 直至录到大概五到六岁。 那所以你就看到下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呢? 它全部的记忆力, 全部都是玩。 现在在那段时间, 它们全部的记忆力就是玩。 就是它里面发展出来的, 全部是玩。 就是全部它在里面发展出来的, 全部都是玩。 发展的意思就是, 它里面有需要。 发展的意思就是, 它里面有需要。 发展的意思就是, 好像我现在肚子饿, 我要吃东西。 如果它肚子饿, 你不给它吃东西。 它就想办法。 因为它是人。 它会自己生存。 它不需要你帮它太多。 它会自己活下去。 好奇妙的。 这是神给人的恩赐。 这个就是神给人的恩赐。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 在这一段时期, 它所有的世界, 它小小的世界, 它只有play play。 所以在这段时间, 去所有的世界, 去小小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在那里玩。 它怎么抓你, 怎么黏你, 就是要你跟它play。 它抓住你, 它就是想要你跟它玩。 结果我们怎么给它玩呢? 去旁边自己玩。 你走去旁边那里玩。 自己玩。 这个玩具拿去玩。 拿这个玩具自己去玩。 现在更好了。 现在更好了。 iPad拿去玩。 拿个iPad自己去玩。 iPhone拿去玩。 拿个iPhone自己去玩。 因为它会安静。 因为它会安静。 你就觉得说, OK啦。 没问题。 它的玩玩玩很特别。 它的里面的发展的需要是跟你黏在一起。 它里面的发展是跟你黏在一起。 跟父母亲黏在一起。 是跟父母亲黏在一起。 你只要在这段时间, 不跟它黏在一起。 如果你这段时间不跟它黏在一起。 它的发展就停了。 它的发展就会停顿。 一停了之后, 就延到后来。 意思是说, 它还是要发展。 意思就是说, 它仍然是要发展。 可是你帮助它push到后面去。 但是你就将它推到它后面那里。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玩只有这几年。 玩只是这几年。 一够了。 它里面就吃饱了。 它里面就吃饱了。 它就发展下一段的东西。 它就发展下一段的东西。 下一段的东西就开始发展道德。 在下一个阶段发展的东西就是道德。 就是你告诉它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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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得罪神。 这个得罪神。 这个就是道德。 这个就是道德。 那这一段如果没有满足。 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满足。 往后delay。 往后的喷辞。 比如说到了十岁。 比如推迟到十岁。 比如说你一直不让它跟你在一起。 或者你一直不让它跟你在一起。 可能就到十二岁。 或者可能到十二岁。 因为你太忙。 因为你太忙。 你没办法。 你有很多的千言万语。 不能告诉它你有多苦。 所以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玩。 你就是为你太忙了。 有很多千言万语。 你一直都没办法可以告诉它们。 跟它玩。 很多港剧有演这个。 有很多人感触这个。 港剧。 香港那些脚好好看。 有很多的。 好可怜的。 好可怜的。 很多人好可怜的。 千言万语讲不出来。 千言万语讲不出来。 然后电视就演给你看说。 她的仔仔就明白妈妈有多伟大。 然后电视就说给她听。 妈妈有多伟大。 我们就以为人生是这样。 我们就以为人生是这样。 现在不一样。 但现在不一样。 所以你往后一眼了之后。 你想一想,他还是要玩,玩,玩。 几岁玩呢? 你OK吗? 好了,十二岁开始玩。 刚刚好十二岁之后,是他发展另外一个东西。 他要发展控制。 撞在一起了,两个。 两个就刚刚撞在一起了。 控制和玩是不一样的。 可是因为没有玩到。 但是因为他之前没有玩到。 我现在讲的不是玩电脑。 我也不是说玩玩具。 并不是说玩玩具。 我是在讲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一起玩。 所以往后演。 撞到了青少年时期另外的发展。 撞在青少年时期另外一种的发展。 里面就乱。 那他的脑就开始乱。 那他一乱之后,表现出来,敢还是怪怪的。 他脑乱了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当然会很奇怪。 因为又想玩。 因为他一边又想玩。 里面又控制。 里面又控制。 我们又想要他读书。 所以就开始骂。 一进去之后。 把他再压下来。 然后又把他压下来。 再往后演。 又把往后推辞。 他还是要玩的。 他还是需要玩的。 结了分之后才玩。 所以你就知道影响婚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主耶稣已经设计好给我们的时间。 我们太聪明了。 用自己的理由一直改他的时间。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设好所适当的时间。 但是我们太过聪明,就将这些时间一直的推后。 千言万语。 你要跟耶稣说。 你要跟主耶稣说。 不是跟你的孩子说。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因为他里面很乱。 因为他的脑已经很乱了。 你一直告诉他。 我为准你来到英国。 我一直跟他说。 我现在会带你来英国。 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不会来英国。 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不会来英国。 他说。 他就说。 他就很负气地回答你。 不知道你讲什么。 他等着就说,不知道你讲什么。 我又没有叫你来。 我又没有叫你来。 我有一个学生。 我有一个学生。 跟他妈妈吵。 他跟他妈妈吵。 他的妈妈真的好伤心。 他妈妈真的好伤心。 好苦好苦。 好苦好苦。 有一天。 有一天。 我们在开会。 我们有一天在开会。 因为他妈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妈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说。 老师,帮帮忙。 我要跟他沟通。 老师,帮帮忙。 我要跟他沟通。 我都帮不到了。 我都帮不到。 又不是我搞出来的。 又不是我搞出来的。 好了。 就坐了。 坐下了。 跟着大家就坐下了。 这个妈妈开始讲。 这个妈妈就开始讲。 因为他想说有老师。 他就想有老师了。 他终于不用开口。 那个孩子不会拼嘴。 不会talk back。 终于可以开口了。 这个孩子就不会在那里拼嘴了。 在他的前面千言万语。 在他的前面就是千言万语。 又是眼泪又是鼻涕。 又有眼泪又有鼻涕。 我为了你。 我忍受跟你的爸爸在一起。 我忍受跟你爸爸在一起。 不然我早就可以走了。 如果不是我早就可以走了。 为了你。 就是为了你。 我这样子帮人家打工。 我这样帮人家打工。 为了你。 为了你。 一路在那里为了。 好了。 然后他就说。 你今天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最后就说。 你今天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他孩子就说了。 那他的孩子就说了。 这一代的人很冷静。 你这一代的人很冷静。 好酷的。 好酷的。 sorry。 他见到你哭啊。 流鼻涕啊。 还见到你流眼泪。 在那里有鼻涕。 好了。 他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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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叫你来英国吗? 我有叫你来英国吗? 当时如果没有来。 又开始千言万语。 然后他说。 其实当时又开始在那里千言万语。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那里做什么? 你没有跟我商量。 你没有跟我商量。 我没有叫你来。 我没有叫你来。 你推到我身上。 你推在我身上。 你这个叫kidnapping。 你这个是在那里绑架。 你这个是在那里绑架。 你没有跟我商量。 你都没有跟我商量。 我可以告你。 我可以告你。 哇。 这个妈妈。 哇。 这个妈妈就在那里大哭了。 有的。 真的有的。 发生的。 真的会发生的。 你看了之后你真的眼睛打开啊。 你看了之后你真的大看眼界。 原来上一代的苦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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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下一代这么的看不懂。 原来下一代是这么看不懂的。 所以他们现在就去看韩剧。 现在他们就在那里看。 韩剧。 韩剧。 很喜欢看韩剧。 他们很喜欢看韩剧。 因为觉得我的心情都在里面。 因为他们的心情都在里面。 所以你知道这一段时期。 我们知道他要的就是玩。 跟你在一起玩。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段时期。 他需要的就是要跟你一起玩。 然后他就发展出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会讨好你。 然后发展了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要讨好你。 他很会嘴巴很甜的。 他嘴巴很甜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好聪明。 你不要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你不用觉得他好乖。 你不要以为他好乖。 因为他会过。 因为他会过去。 因为他会过去的。 因为他会过去的。 只有这三年。 只有这三年。 妈咪妈咪I love you。 他说妈咪妈咪我爱你。 你听得好高兴。 我听得好开心。 六岁以后。 I don't love you. 六岁以后我不爱你。 你看你一下上去一下下来。 你一会儿就上去。 一会儿就好像跌了下来。 我就知道他这段时期什么都讲得出来。 你听得好在那段时间他们什么都可以讲出来。 不是人家教的。 不是人家教的。 他是自动进去的。 他是自动进入的。 奇妙。 好奇妙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段时期呢。 就让他又满足就过去。 如果我们这段时期让他们满足就过去。 那么他就再发展小学了。 再发展小学。 小学这段时期就开始更重要。 在小学这个时期就更加重要。 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你可以做他的父母。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段时间你可以作为他们的父母。 刚才我们说十二岁是一个界限。 我们刚才说十二岁是一个界限。 十二岁以前如果你没有教他。 如果十二岁以前你没有去教他。 十二岁以后你就教不到了。 十二岁以后你就教不了他。 所以最后一次教的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 所以最后一次教他们的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 你所有要说的no都在这一段时间。 你所有在那一段时间要说的不就在那一段时间。 你说的不可以,这一段时间还有用。 在这一段时间你说不可以,还可以有用。 虽然你看到他的外面是叫啦,不高兴啦,哭啦。 所以你在外表看到他在叫啊,在哭啊,不高兴啊。 不用怕他。 不用怕他。 他才十二岁不到。 他十二岁都没够。 你已经这么怕他。 你就这么怕他。 现在的父母很怕孩子哭。 现在的父母很怕孩子哭。 快点问他。 快点问他。 要不要这个啦。 要不要这个啦。 那这个啦。 这个呢。 这个啦。 这个啦。 你没有看过现在的人呢? 以后啊,付出代价。 以后你就付出代价。 这不是圣经教的。 这个是圣经教的。 十二岁以前你问他干什么。 你十二岁之前问他你做什么呀?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以前的父母有问过你吗? 你以前的父母有问过你吗? 你以前的父母有没有问过你呢? 啊,仔仔。 你要不要去海边看鱼啊? 我会问啊,仔仔,你可不可以去海边看鱼啊? 没有人问你的。 我不会有人问你的。 自己就走去了。 自己走去了。 阿州有什么地方走? 都是海。 阿州有什么地方走呢? 就是海。 看来看去是一样的。 看来看去都一样的。 看看你现在这么棒。 你现在这么厉害。 现在你给他这么多东西。 你现在给他这么多东西。 你看问题这么多。 问题就这么多。 就出在这里。 就是出在这里。 问他。 问他。 我吃过的苦不能让他再吃。 我吃过的苦不能让他再吃。 跟圣经教的不一样。 这个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 圣经说。 圣经说。 趁他年轻更小的时候给他饿。 就是比年轻更小的时候给他压。 有没有? 耶利米埃哥。 他说这原来是好的。 原来这个是好的。 神骗你吗? 神有没有压你呢? 我们自己太聪明。 我们自己太聪明了。 我吃的苦不能让他吃。 我们自己吃的苦不能让他吃。 不吃只有十二年。 十二年之后有苦让你吃。 十二年之后就轮到你吃这个苦了。 你就看到问题了。 你就看到问题了。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对不起你们。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对不起你们。 看书教孩子。 看书去教孩子。 书上说什么?外面的书。 爱的教育。 conhecer爱的教育。 亲爱的教育。 亲爱的 evol scout。 去亲个晶一下他们。 不放到地上。 在ikum亏在地上。 етров北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进来有车子。 进来的时还在推约一间车。 上车子还有一只车子。 长车子还有一只车子。 另外一只车子就送一只车子。 然后回家是这样是这样出来的。 要吃的時候還有一個椅子 吃的時候另外又有一張椅子 24個小時他的腳沒有在地上 24小時他的腳從來沒有在地上 怎麼不出問題 怎麼會不出問題呢 腦都crazy了 癡走了 腦都瘋狂了 對 癡走了 因為人要正常 人要正常的 是在地上爬的 要在地上面爬的 一開始神創造人就是在電源 伊甸園 那個是一個garden 一個park 走來走去的 神創造的一個原子就是 伊甸園的一個公園走來走去的 神如果這麼愛我們 應該抱住我們 神這麼愛我們 他應該抱住我們的 神這麼愛我們都沒有這樣做 神這麼愛我們 他都沒有這樣做 你超過神啊 你還超過神 怎麼沒有問題 怎麼會沒有問題 沒有走回聖經 你要走回回聖經 不行啊 年輕的父母你們來得及啊 年輕的父母你還來得及啊 看那個書教啊 哎呦 頭好痛啊 你看那個書這樣教呢 你就頭痛了 因為啊 你想以前 阿州啊 有什麼樣的專家幫你啊 你想想以前阿州有什麼專家幫你啊 沒有啊 沒有啊 你看你多正常 你現在多正常 現在這個年代多少專家啊 那麼多問題啊 那麼多問題啊 這麼多問題 全部是專家弄出來的 全部都是專家教出來的 因為他寫一個書啊 因為他寫一本書啊 你就看啊 你就在那裡看 他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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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欸 十年之後 然後成人之後 然後成人之後 專家就說 啊 寫錯了 然後專家就說 寫錯了 再改啊 又改 你的孩子已經長大了 然後你的孩子已經長大了 他用你的孩子來玩啊 然後他在那裡玩你的孩子 二十五年前 二十五年前 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 西方出來的 西方出來的 美國發明 美國發明 進到英國 來到英國 全部是鼓勵 全部都在那裡鼓勵 對不對 他的老師是不是都是good good good 他的老師是不是都是good good good 他帶隨都是good good good 他幾差都說好好好 愛的教育啊 這個就是愛的教育 第二 隨便他 隨便他 哦 因為這樣子呢 如果你不讓他 會影響他裡面小小的心靈 如果你不是這樣 你就影響他裡面小小的心靈 很好聽哦 很好聽 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了 推行愛的教育 二十五年之後 推行了二十五年的愛的教育 現在一照他們的腦 現在一照照他們的腦 最多的憂鬱症是這個年代 最多抑鬱症的時候就是這個年代 他們全部是愛的教育鼓勵出來的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嗎 你只要不走回聖經 如果你不走回聖經 全部都是問題 全部都是問題 所以專家害死人 所以專家害死人 哦 那個意思就是不要問我 所以不要問我 我會害你的 我會害你 你要問耶穌啊 你要問主耶穌 不是問我 不是問我 因為我沒有生你的孩子 又不是我搞的 又不是我搞的 我一定隨便講的 我一定隨便講的 你好苦啊 那你就好苦啊 不要聽專家的 不要只是聽專家的 因為要回到聖經 因為要回到聖經 聖經說 趁著他童年 你負他的惡 這個是好的 所以聖經說 在他童年的時候 讓他負的壓 這個是好的 負惡是什麼 負壓是什麼呢 控制他 就是控制他 限制他 我要你左你就左 要你右你就右 我要你左你就左 要你右你就右 到十二歲 到十二歲 十二歲之後 十二歲之後 算了 隨便了 隨便了 因為你已經教了 因為你已經教了 他這時候腦不行了 那個腦子當時就不行了 所以不要惹他生去 不要惹他生去 這樣子就按照聖經指 按著聖經指 六年過了 六年過 十九歲 一過 這個生日快樂之後 一個 突然間 媽 原來你敢愛我 媽媽你原來這麼愛我的 原來你為我犧牲這麼大 原來你為我犧牲這麼多 過了 所以如果你不讓他六年 如果你不讓他六年 他拚啊拚啊拚啊這樣 他拚啊拚啊這樣 他拚啊拚啊這樣 你擋住他 你綁住他 讓他生氣 讓他發生氣 那你就推遲了 你一拚他 你一拚他 你一推遲了他 他什麼時候拚啊 他什麼時候在拚呢 結婚以後 就是結婚之後 你就見到婚姻的問題 你就會看到婚姻的問題 好辛苦 那就好辛苦了 生意好好了 生意好好了 都是問題 但是接著就有很多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那段時期又被壓住 如果我那段時期是被壓住的話 再出來是幾歲 再出來是幾歲 中年 就是中年了 也是有問題 也都有問題 一路在那裡拚 你注意看等一下介紹什麼 注意看一下 一陣介紹些什麼 比如說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小學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 他發展小團體 他發展小團體 什麼叫小團體 你呢 我不要跟你好 我不跟你好 我不跟你好 我跟他好 我只是跟他好 隔開了 不跟你玩 我不跟你玩 這是發展 這個就是發展 所以他自動會過去 但是會過 但是這個時間會過 發展的意思就是 一段之後就沒有了 發展的意思就是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了 可是我們不是教這個 我們就說不可以 我們只是說不可以 跟他一起 跟他一起 他好苦 他好苦 因為他在發展小團體 因為他在發展小團體 你不讓他 但是你又不讓他 不喜歡的 你把他放在一起做 不讓他 就要把他們 放在一起坐 因為你要他學愛心 因為你要去教他 要害愛心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結果呢 就跟他坐在一起 然後跟他坐在一起 然後又隔開隔開 所以他搞不清楚 就過了 然後搞不清楚 又過了 所以就延了他 你想想看我們 我們想想我們 你搞不搞小團體 你有沒有搞小團體 你看你吃飯跟誰坐 你看你吃飯的時候 跟誰坐 一定是跟那個 會跟你講話的坐 你一定會跟你講話的 一起坐 有幾個你不喜歡的 你不會跟他坐 有幾個你不喜歡的 你不會跟他一起坐 很遠這樣打個招呼 哈哈哈哈 好遠的 離遠的就跟他哈佬 你是不是小團體 你是不是小團體 耶穌一直說 你是一家人 主耶穌一直在說 我們是一家人 你怎麼會到五十歲 還在搞小團體 但為什麼你到五十歲 還在搞小團體 不要跟他好 我不跟他好 跟我好 不要說我會壞 我跟他好 不要說我會壞 為什麼不會改 為什麼不會改 因為在我們小學的時候 被delay 因為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階段 你不delay 他其實會過的 如果你不 他其實會過的 這個叫健康 這個就是健康 可是因為我們被壓過 但是因為我們被壓抑著 所以我們到了教會之後 當我們到了教會之後 很多的道理進不去 很多的道理就進不去 因為千言萬語 因為千言萬語 好苦 可是我們就喜歡跟幾個人在一起 我們只是喜歡跟幾個人在一起 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就是問題 你以前不發展 你以前不發展 你到五十歲還是發展 到五十歲你仍然在發展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所以主耶穌又要幫我們 所以主耶穌有約給我們幫我們 因為他不幫我們 我們就不能見他 如果他不幫我們 我們就不能見他 所以就要讓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讓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你最不喜歡的 就每一天站在你的前面 你最不喜歡的 他天天都站在你前面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你還是不敢 如果你仍然不改 就再延遲了 那跟著又再推遲了 七十幾歲還是要改的 七十幾歲都還要改的 所以你就知道 所有的東西 它是一直下去的 所以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直下來的 這個叫做人生 這個就是人生 你不能夠否定他 你不能夠否定他 它不是因為你有房子 有車子之後 你就happy的 不會因為你有房子 或者車子之後 你就可以很開心 它是裡面不能喜樂 就是在裡面不能夠喜樂 影響很多的問題 就影響很多的問題 那個不喜樂是因為 小時候很多東西沒有過來 就是這個不起樂 就是因為小時候 有很多東西都沒有過來 可是聖靈明明會幫我們 就是聖靈明明會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要跟聖靈問好的問題 我們需要跟聖靈問好的問題 不要只是一直求 一直求一直求 要跟聖靈問問題 要跟聖靈問問題 聖靈我今天要學什麼 聖靈我今天要學什麼 幫助我學習 幫助我學習 我想要長大 我不想一直停在十二歲 我不想一直停在十二歲 好問題 就是一個好問題 耶穌怎麼不幫我們 主耶穌怎麼會不幫助我們 所以呢我們要學習的是 在這個上面繼續成長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個上面繼續成長 這一段時期發展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做事情做家事 另外這個時間 很重要要發展的事情 就是做事情 做家事 可是因為現在的父母很愛他們的孩子 就是現在的父母很愛他們的孩子 除了父母愛之外 現在還有grandparents 他們也很愛他們 他們也很愛 他們也很愛 因為自己的年紀已經到一個地步 因為自己的年紀已經到某個地步 你的生氣已經比較小了 你已經很少發生氣 你所有的功夫都用過了 你所有的功夫都用過了 現在你看到你的孫 你的孫 現在你看到你的孫 好高興 他爬到你的頭上 你都好高興 他爬到你的頭上 你都好高興 以前不行的 以前不行的 你以前剛做媽媽的時候 如果你以前剛做媽媽的時候 你的孩子一爬上來 你的孩子一爬上來 你孩子一爬上來 踢著他下去 現在不會了 但現在不會 爬上來 把你的頭髮弄亂 你都好高興 現在是爬上來 搞到你的頭都亂了 你都好高興 因為人會變 因為人會變 這段時期要做家事 你這個時候要做家務 父母太愛他 父母太愛他 只想他做功課 只想他做功課 讀書 所以就會告訴他 這些都不要做 我來做 跟著就說 這些你都不用做了 等我來做 第二種 你不會的 你不會的 你每次都弄成這樣 你不會走了走了走了 你每次都搞成這樣 走開走開 可是這段時期是他要的 但這個時候是要的 大概六歲開始 大概六歲開始 一直在你的旁邊 一直在你旁邊 一直在你旁邊 學你怎麼炒菜 一直在學你怎麼炒菜 一直在學你怎麼炒菜 因為他看到你在 在那裡炒 他就想說 哇好酷啊 他就想 啊好酷啊 他想要幫你 他想幫你 你就告訴他 走開 你告訴他 走開 所以他就沒有發展到 所以他就沒有發展到 那他因為想做 因為他想做 就是手 手啦 腳啦 腳啦 這些就是想動啦 就是想動啦 沒有滿足 你沒有滿足 就是往後延遲 之後就動手動腳 之後他就動手動的 到十二歲之後 十二歲之後 他開始打人 他開始打人 有一些很早就開始打人 有些人很早就開始打人 你就想說 哇誰教你打人啊 你就在想誰教你打人 因為他自動出來的 那個就是他的滿足不夠 就是他的滿足不夠 所以像我們在教小孩 就好像我們現在教小孩 差不多六歲開始 差不多六歲開始 我就坐在那邊 我就坐在那裡 去裝飯 在那裡 裝飯 裝飯 那過來 那你的家不要買那種漂亮的碗 十二歲以前你們家要很窮 因為他看不到有錢跟沒有錢 因為他們都看不出 究竟什麼叫有錢什麼沒有錢 他跟你在一起就是有錢 他跟你在一起就是有錢 你不跟他說話就是沒錢 當你不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錢 好簡單 那他這時候發展要做事 他就是發展要做這些事 這個東西會定住他以後整個人生 這個東西就是會定住他以後的人生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我原來可以存在這個家庭 原來我可以存在這個家庭 好重要 這個很重要 如果沒有讓他發展 如果我們沒有讓他們發展 讀書 只是讀書 學功課 做功課 探琴 不用做事 不用做事 他裡面的message 他裡面的信息 我原來不值得活在這個家庭 我原來是不值得住在這個家庭 所以他對你開始沒有感覺 所以他開始對你沒有感覺 他開始對這個家沒有興趣 他開始對這個家沒有興趣 他開始不快樂 他開始不開心 就是從這段時間開始 做事做太小 就是做事套太小 想一想我們 想一下我們 以前在小時候 阿州的時候 想一下我們以前小時候 在阿州的時候 你多大 你才幾歲 你幾大 幾歲 你要搬東西 你都要去搬東西 要搬的 要搬的 你知道搬 對腦很好 我們搬東西的時候 其實到老步是很好的 你爸爸媽媽不得空 你爸爸媽媽不得空 你要搬 你就去搬 你開始做這些事 你開始做這些事 十二歲以前 十二歲以前 如果你做過 你的腦就定了 你的腦就定了 我值得活下去 我值得活下去 這個很重要 今天這個年代的孩子 今天這個世代的孩子 大部分告訴我們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活著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活著 這個是裡面的心情 平常不會講的 裡面真正好辛苦 裡面他們真的好辛苦 我爸爸媽媽教我做工作 我爸爸媽媽教我做工作 就是說去玩工 去打工 去打工 我都不知道打工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打工做什麼 去了 就去了 不開心 這個就是現在人 這個就是現在的人 你就看到他們沒有目標 那這個是從七歲開始 這個就是七歲開始 所以很重要 如果你只讓他讀書彈琴 如果你只讓他讀書彈琴 現在的孩子做得到 因為他們很聰明 因為他們都很聰明 因為營養夠 因為現在的家長知道給他吃什麼 所以他們的腦很快就聰明了 所以他們的腦很快就聰明了 但是少掉了中心 但是少掉了中心 就是勞力 就是努力 做工 勞力就是做工 就是辛苦的工作 就是辛苦的工作 沒有流汗 沒有流汗 對腦不行 對腦是不好的 全部出事情 這是後來的 這個是後來的 現在才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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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就說 Sorry 寫錯了 然後專家就說 不好意思 我寫錯了 現在要改了 現在要改了 不能叫愛的教育 不可以叫做愛的教育 新的書已經出來了 新的書都已經出來了 你不要再看舊的了 你不要再看舊的了 新的書說 新的書這樣說 十二歲如果你不管理他 你以後有苦吃 如果你十二歲不管理他 你以後就有苦吃 現在都長大了 現在都長大了 怎麼辦 所以愛的教育 現在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愛的教育 已經過了 下一次 你們看到年輕的父母 因為你們都過了 下次看到年輕的父母 你要鼓勵他們 所以下一次 如果你們看見年輕的父母 你要鼓勵他們 因為分享 要分享 說 姐妹 你是不是沒有去上課 就說 姐妹 你是不是沒有去上課 你還這樣子抱他 親他 你還是這樣抱他 親他 你以後有苦吃了 你以後就有苦自己知道了 因為呢 現在新的是要管理他 現在新的是要管理他 就是要限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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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明天會講 怎麼樣做管理 明天我們就會講 怎樣去管理 因為不是你動手就可以 不是說你動手就可以做 特別在英國 特別在英國 你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我們會講方法 但是方法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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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聖經才重要 回到聖經才重要 因為方法會一直變 因為方法一直可以在那裡變 最後我們要認識 就是說 這一段時間是二歲以前 如果沒有讓他辛苦的工作 就錯過了 所以如果在十二歲以前 我們在這段時間 沒有讓他們做一些辛苦的工作 那他們就會錯過這個時間 你不用怕他 你不用怕他 因為他的臉會告訴你 No 他的臉就告訴你 不行 不是說你說完 他就 不是的 他不會說你說完 可以 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要怕他 不需要怕他 不可以 都是要做的 去裝飯 去裝飯 不可以 你還是要去 但是你還是要去 你還是要去 你還是要去 講多三次 他就記得了 他就知道這個是他的工作 他就知道這個是他的工作 吃完飯收一收 把我的也收一收 吃完飯 把東西收一收 把我們全部都收完 所以你家的東西 不能太好 記得嗎 所以你家裡的東西 不能太好 記住了 因為那一晚會掉下去 會破掉 因為你拿 給他們拿一拿 然後掉下去 那一疊 你就怎麼樣 多貴 然後一疊 你就在那裡說 哇好貴 下一次去彈琴了 不要做 下一次你還是去彈琴 不要做 可是他要發展 他要發展 我們都是買塑膠的 我們都是買塑膠的 掉下去 就不會怎樣的了 掉了落地 都不怕了 那你也不用 他不用了 你就不用叫 就要一掉下去 就算掉了下去 Oops 拿起來了 還是要去洗的 這個叫做父母 知道嗎 這個就是做父母 帶曬 這樣子 你就帶曬 這樣坐在那裡 你不要做相反的 你不要調轉來做 12歲以前 最後 你如果變成這樣 然後他帶曬 做這樣 跟聖經交的相反 你12歲以前 就在那裡 有得他帶曬 坐在那裡 就跟聖經剛剛相反 看他們現在多麼大曬 你看一下他們現在多麼大曬 坐那個BB車都是這樣的 坐BB車都捱喉的 都是往後的 往後的 然後拎過來又往後 拎過來又往後 所以他們的腦不行了 所以你的腦就不行了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他們這邊前面的刺激不夠 就是腦的前面 刺激不夠 都在後面 都在後面 所以很聰明 但是聽不懂你說話 但是就聽不懂你說什麼 前面是聽懂說話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前面就是腦前面就是聽懂說話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覺不覺得你聽得懂人家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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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有我聽得懂 真是你們聽得懂的 是呀你真的聽得懂 為什麼 為什麼 刺激夠 是因為刺激 刺激 足夠 足夠 因為我們小時候 因為我們小時候 爬 都是有爬的 是不是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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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這樣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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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爬一爬就撞到 爬一下就在那裡撞到 撞到 撞到 你哭啊沒有人理你 你在那裡爬 我都沒有人理你 你就再爬 你就在那裡爬 再爬 所以我們的爬痕很多 所以我們爬痕很多 因為你有兄弟姐妹十個 因為你有兄弟姐妹十個 你就看到都在爬 因為大家都在那裡爬 隔壁那個也在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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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以為人生就是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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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來推去 推來推去 然後倒來倒去 然後撞來撞去 刺激很夠 刺激很夠 是我們 就是我們 很早了 十二歲大概就聽得懂大人在說什麼 所以十二歲就聽得明白大人在說什麼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呢 你今天為什麼跟小孩子說話他聽不懂 為什麼今天你跟小孩子說話他聽不懂呢 因為他這樣 因為他是往後的 然後他要跌倒的時候 媽咪快一點 小心 他跌倒的時候他就說媽咪快點 小心 所以他就又這樣 所以他就是這樣 你一直這樣子養他 你一直就是這樣養他 他好辛苦 他好辛苦 因為他不知道 因為他都不知道 他只發展後面 他就是發展後腦 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聰明 聽不懂你說話 聽不懂你說話 好辛苦的 因為你已經覺得六歲了 因為你已經覺得六歲了 為什麼你一直聽不懂我說話 為什麼你一直都聽不懂我說話 當然了 當然了 他只有後面 因為他只是後面 讓他倒幾次 讓他跌幾次 往前 往前 撞到 撞到 他就OK了 他就沒問題了 真的 真的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真的啊 還是真的 現在的醫生 科學家告訴我們的 是現在的醫生和科學家 告訴我們 他說這邊出事了 就是這邊出事了 因為都在後面 因為都在後面 不行啊 然後他說不行 以後全部是憂鬱症 不行的 以後這些人全部都是憂鬱症 就是前面的刺激不夠 就是因為前面的刺激不夠 為什麼 為什麼 他還沒有爬夠啊 因為他還沒有爬夠 你看旁邊的人啊 你看旁邊的人啊 你看旁邊的人 什麼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很多啦 爸爸媽媽 阿公阿爺阿 就這樣 喔喔喔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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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站了 就在那兒拍手 好好好 在那兒開始站了 他是不是鼓勵啊 是不是在那兒鼓勵呢 敢來站起來了 當然站起來了 他站不起來都站起來了 本來要爬的 本來是爬的 很快站 但很快就站在那兒 一站就覺得好聰明 So cute 又請他 然後呢 會站在那兒 啊好好好 好可愛啊 好好 所以下次就不爬了 所以下次他又不爬了 因為有拍手 因為有人拍手 好棒啊 好厲害 每一次用走的 每一次都在那兒走 也是刺激不夠 也都是刺激不夠 爬好重要 爬好重要 不要小看它 全部是刺激前面 前面都是 全部都是刺激前路 所以這個就是 幫助他 最後一段時間 他發展做事的時候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階段 幫助他們發展做事的時候 他東西一掉到地上 有東西掉了在地上 他怎麼撿 他怎樣撿呢 這樣蹲下去 是不是 他會蹲 蹲低去撿 刺激前面 就是刺激前面 你不要幫他 你不要幫他 如果他一掉你就罵他 你如果他一掉了 你就在那兒罵他 他怕了 就往後 然後就退後 你就出來撿 你自己去撿 他下次就不蹲了 他下次就不會蹲下了 爬也爬不夠 爬也爬不夠 又沒有撞過 又沒有轉過 又沒有抬過 又沒有抬過 又沒有搬過 又沒有搬過 現在連東西掉下去都不用再撿 現在連東西掉下去都不用再撿 怎麼活下去 怎麼活下去 跟聖經都不一樣 怎麼會學到 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怎麼會學到 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再大一點來教會 再大一點來教會 老師說什麼他也聽不懂 老師說什麼他也聽不懂 傳到說他也聽不懂 傳到說什麼他也聽不懂 傳到說什麼他也聽不懂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是他的裡面沒有連在一起 是裡面沒有連接在一起 他完全不知道你說什麼 他完全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他搞過整個鐘 搞過整個鐘 都不知道你在上面講什麼 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當然玩電話 當然玩電話 當然想出去溜溜 當然想出去 所以他們就是一直做不住 因為他一直都是做不住 因為前面不行 因為前面不行 那像我們 就好像我們 一天你一天都會坐著 我們一天都可以坐著 在南天你都可以坐 菜不好聽的你都可以坐 這個就是我們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看我們很奇怪 所以那些年輕的看我們很奇怪 這麼難聽也會坐一天 那麼難聽你都可以坐一天 沒事情做嗎 沒有東西做啊你們 你不會去shopping的 我可以去逛街 就是這樣的 所以腦不一樣 最後一段時間 最後一段時間 所以一過了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沒有東西教了 就沒有東西可以教了 因為開始耳朵關起來 因為他們的耳朵開始關起來 這是正常的 這是正常的 一定要認識他們 我們一定要認識他們 這一代的 這一代的孩子 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因為之前十二年的發展是這樣 因為之前十二年的發展是這樣 現在要進到十二、十三之後 現在進到十二、十三之後 荷爾蒙進來了 荷爾蒙進來了 荷爾蒙是一個很重要 控制他大腦的東西 荷爾蒙是一種很 控制他大腦的東西 可是這一段時間的荷爾蒙因為很多 所以整個腦裡面是混亂的 混亂的樣子是什麼 回家今天的第二個功課 就是練習體會一下青少年的腦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是要去學一下體會青少年的腦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一直不懂他們 如果你一直都不懂他們 你回家練習 你就去練習 搖你的頭 左右這樣搖一下你的頭 要一直搖 一直在那搖 搖五分鐘 搖五分鐘 搖的時候 要跟你老公講話 然後跟你老公講話 然後聽看你老公說什麼 五分鐘之後 你就可以體會青少年的感覺 五分鐘之後 你就能夠體會青少年的感覺 就是很穩的 真的很穩的 你要坐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青少年會坐著 你就知道為什麼青少年要坐著 因為好亂 因為他們很亂 會穩的 會穩的 所以他大部分是躺著或坐著 所以他們大部分時間要不躺著或坐著 眼睛直直的看上面好像發呆 好像眼睛一直往上前 好像發呆一樣 你就說你為什麼浪費時間 然後你就在說你為什麼在浪費時間 讀書 讀書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所以他就進不去了 所以他就聽不入耳 因為腦非常的亂 因為他的腦非常混亂 亂什麼呢 就是把十二年以前所學的東西 他重新要整理 你要給他時間 你要給他時間 這六年他在整理 他在這六年當中又去整理 如果太多聲音進來 他整理不到 他整理不了 他就混亂 如果很安靜 他就能夠過這六年 他就能夠過這六年 好辛苦的 你想看你五分鐘搖 你試試自己五分鐘搖 他是六年這樣搖 他在六年搖 很辛苦的 他會跟你說不要吵我 不要吵我 他在跟你說你不要吵我 可是他講不到這句話 但他講不到這句話 因為我們沒有教他們認識自己 因為我們沒有教他們認識自己 所以他們不知道有什麼話去跟你講 他都不知道有什麼話跟你講 出來的那句話就是boring 他出來的那句話就是boring 每一天都boring 每天都是這麼悶的 你就覺得你有吃有住有睡有拿 你boring什麼 然後你就覺得你有衣有吃有住 你在那裡悶什麼 他就I don't know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 所以最重要就是boring 跟I don't know 他最重要就是在那裡說 很悶 我不知道 因為你搖過頭五分鐘之後 因為你搖過頭五分鐘之後 我問你問題你都會I don't know 我問你問題你都不會答我 他搖六年 他搖六年 當然I don't know 當然不知道 他都要回答你什麼 他都不知道答你什麼 可是我們很喜歡問 但我們就很喜歡問 問說你今天 翻學什麼嗎 學校怎麼樣 你今天翻學什麼 學校怎麼樣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那今天開不開心 你今天開不開心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我就想說 你的氣就上來了 然後你就在那裡想 我的氣就在那裡 很生氣就上來了 我以前這麼忙 沒有辦法照顧你 現在我得空了 我可以照顧你 我現在有時間照顧你 你怎麼用這樣的態度跟我說話呢 你為什麼用這樣的態度對我說話呢 千言萬語出來了 千言萬語又出來了 一聽到這兩百次講 一樣的故事 他耳朵曬住 他同一個人的故事 耳巴是他的耳朵翻文 他會跟你說 你拱來拱去講一樣的東西 他就跟你說 你拱來拱去都是這些 可是你就覺得 沒有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講 然後你就說 沒有啊 我今天第一次跟你這樣講 是不是沒有講清楚 是不是沒有講清楚 再講一次 又講多次 所以他就夠了 然後他就說夠了 夠命啊 夠命 然後他回答出來就是boring 然後他就回答你 好悶啊 你就說 還沒講完 然後你說 我還沒講完 怎麼可以說boring 你怎麼可以在那裡說好悶啊 再講一次 又在那裡說一次 所以他的生活就是這樣 他的生活就是這樣 他的生活就是在那裡搖來搖去 那聽到最後 他就自己關 聽到最後他就自己關 沒辦法 沒辦法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不舒服的時候 有一個人在你旁邊 一直講話 有一個人在你旁邊 不停在那裡說話 你會不會說 哎呀 leave me alone 你會說 你剩下我那裡了 哎呀收聲了 不要再講了 你收聲不要再講了 就是那個感覺 如果你可以體會 你就知道這六年 他們的心情是這樣 你就可以了解 他們六年這個心情是這樣 所以我跟他們一坐下來 所以我跟他們一坐下來 我不講話 我不講話 我吃我的飯 我吃我的飯 你注意看 你注意在那裡看 他們很有愛心 他們很有愛心 因為很安靜 因為很安靜 好害 他們不知道現在要出來什麼話 他跟著不知出來有什麼話 因為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他們一坐下來 因為他們以前一坐下來 我們就開始講了 跟著我們就在那裡開始講 你要讀書 你要讀書 你知道為了以後將來 你要為了以後將來 你知道我很辛苦 你知道我很辛苦 你如果不這樣子 你再不這樣了 就開始一直講 就一直在那裡講 他管 學我 不說話 他就學我不講話 他們就會說 你今天病了 你是不是有問題 真的他們這樣問 他真的會這樣問 那我就這樣 I don't know 跟著我就說 我不知道 我要學 學他們的語言 就學他們的語言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你親戚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真是悶 你講多兩次 他跟你聯繫 他就跟你有聯繫了 因為他覺得 你怎麼會跟我一樣 不正常 為什麼你跟我一樣 不正常 還是不能說話 你還是不能夠說話 因為一說 就惹他生氣 因為你一講 他又惹他生氣 你講大好聽的話 都惹他生氣 因為你再講好聽的說話 都會激到他生氣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生氣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生氣 這麼多生氣 就是荷爾蒙 所以他聽什麼 都會轉成別的 所以他聽什麼 都轉成是另外一件事 都轉成負面的 你要小心 有一次 我真的忘記 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跟一個姐妹說 我覺得你真的不錯 我真的覺得你不錯 哇 他眼睛很大看著我 他跟著 張大眼睛在看著我 你的意思是說 我以前都錯嗎 你知道我以前都錯嗎 好快喔 他們的反應 他反應很快 我快一點說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跟著就很快就答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意思 你是做老師 老師是什麼意思 老師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話講 我都沒有話可說 他們很會生氣 他們很容易生氣 所以聖經說 這段時間 不要惹他生氣 所以聖經說 在這段時間 我們不要惹他們發生氣 最好用的就是 I don't know 最好用的就是 我不知道 好boring 好悶 六年啊 好快過去的 六年很快過的 你跟你老公 都已經不說話了 你跟你老公 都可以不說話了 都已經忍這麼久了 都忍了這麼久了 六年很快過的 六年很快過的 一過他就認得你說 阿媽你真的很愛我 六年過了之後 他就認得 阿媽你真的很愛我 我有一個學生 我有一個學生 女孩子 17歲 跟他媽媽打 跟他媽媽打 打喔 出手的喔 出手的 因為不是媽媽打他 不是媽媽打他 是他打回媽媽 是他打回媽媽 他打他媽媽 他不知道這麼多的氣 他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生氣 他媽媽不知道怎麼辦 他媽媽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媽媽也是人 媽媽也是人 也是有感覺的 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呢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呢 女孩子喔 姐妹喔 姐妹喔 怎麼樣 你想怎樣 每天在家打 每天都在家打 沒辦法 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都不是我搞的 我也沒辦法 都不是我搞的 我說媽媽 媽媽說媽媽算 給他一年了 給他一年了 因為17歲了 快到18了 一年了 給他走 你要忍住 一年他不會理你 但是會回來 可是如果你怕 你信不到耶穌 你信不到祂是神的孩子 你信不到祂是神的孩子 你想控制祂 回不來 但是會不會回不來 你就明白這個意思 一個是你放 祂會回來 一個是你放 放走 然後祂回來 一個是你不放 祂走 一個是你不放走 然後祂走 這個媽媽很勇敢 跟耶穌哭 他跟主耶穌在那裡哭 耶穌你知道我做不到 主耶穌你知道我做不到 我是一個母親 我是一個母親 我怎麼可以叫我的孩子說 你走吧 我怎麼可以叫我的孩子說 你走吧 萬一祂不回來 如果祂不回來 主祂要幫助我 主祂要幫助我 我沒有路可以走 我沒有路可走 真的 這個媽媽她放 這個媽媽她放走 我跟這個姐妹說 我以後跟這個姐妹說 你這麼多的生氣 你要照顧自己 你要照顧自己 你的腦會受傷 你的腦會受傷 因為生氣一次 腦就會受傷一次 因為腦會受傷一次 他聽到 我跟祂說 你要安靜的空間 我跟祂說 你要有安靜的空間 去申請一個學校 去那邊住 在那邊住 離開一段時間 他真的做 十九歲那一年 十九歲那一年 這個媽媽打電話 這個媽媽打電話 她回來了 她回來了 我說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叫回來 為什麼叫她回來 她說 一年不跟我打電話 她一年都沒有跟我講電話 每天我跟主耶穌說 你幫助我 我每一天都跟主耶穌說 你幫助我 一年之後 這個姐妹女孩子 打電話給她媽媽 媽媽媽 我想回家 我知道你為我好 我知道你為我好 這樣回來了 一年安安靜靜 一年的安安靜靜 她拼拼拼就回來了 她拼拼拼 就拼了回來了 可是如果她跟你住在一起 但如果她跟你住在一起 大家都很緊張 她拼來拼去 拼來拼去 拼不完的 就拼不完了 所以耶穌要我們練習 所以主耶穌要我們練習 把信心見在她的身上 要將信心見在她的身上 就是透過青少年這段時期 要我們練習的 就是要透過青少年這段時間 讓我們練習 不然不能見耶穌 如果不是我們不能夠見耶穌 所以我們嘴巴一直講 我們要交託 所以我們嘴巴一直講 說我們要交託 耶穌真的看 所以就給青少年一段時間 住在我們的家 所以就讓青少年有一段時間 住在我們的家 讓我們學交託 所以你是不是今天回家 又要跟她說多謝你 你今天是不是應該回家 跟她說多謝你呢 因為你學了謙卑 感謝 現在又學了交託 現在你又學了交託 你的靈性一直進步 而且是真的進步 而是真正的進步 不是嘴巴講 耶穌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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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謝謝你的孩子 所以我們要多謝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 都沒有像聖經的一個孩子 這麼的恐怖 我們的孩子都沒有 聖經裡面其中一個孩子 那麼恐怖 有一個孩子殺他的爸爸 有一個孩子殺他的爸爸 記得嗎 記得嗎 追著他殺 就是追著他殺 壓沙龍 就是壓沙龍 好漂亮 但是殺他的爸爸 每一天在想 他爸爸會路過哪裡 殺了他 然後殺他 搶他的東西 搶他的東西 你的孩子都沒有 你的孩子都不會這樣 是不是要謝謝他 是不是要多謝他 就說多謝阿仔 要多謝阿仔 你沒有殺死我 你沒有殺死我 你本來可以殺死我 你本來可以殺死我 像壓沙龍這樣 就好像壓沙龍一樣 但是我多謝你 但我多謝你 你沒有像壓沙龍這樣 你沒有像壓沙龍一樣 我真的很感激 我真的很感激 要這樣子跟孩子說話 你要跟你的孩子這樣說 青少年之後 他的心就放下來了 青少年之後 他的心就放下來了 我好喜歡聽我們這樣的甜甜的話 十二歲以前 不可以甜甜的話 十二歲以前 我們不可以說這些甜甜的話 No 不可以 過去 吃飯 十二歲以前 十二歲以後 甜甜的話 我們要甜甜的跟他們說 多謝你 沒有殺死我 沒有殺死我 這樣子 就配合他的成長 就這樣就可以配合他的成長 他之後 就醒了 就醒了 就進去了 就進去了 跟我們不一樣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上午早上 學到他十八歲了 所以我們今早上 就學習到他十八歲了 之後下午我們就來講一講說 我們怎麼可以幫助他們了 好不好 我們在下午的時候 怎樣去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畢竟是我們的孩子 他們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還是想幫助他們 因為我們仍然想幫助他們 可是認識他們是第一步 認識他們是第一步 然後我們才來想 還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 可以再做些什麼 主耶穌給我們這樣的時間 來一起喜樂的 享受的 學習主耶穌給我們的東西 這個就是主耶穌給我們 很享受的 很喜樂的 來到主耶穌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一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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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